今年的感恩節比實際來得更早 一千上萬決心要買得到特價商品的美國人 傳統上都會在感恩節之夜 商店第二天開門前天還未剛就開始排隊 這是大眾所說的黑色星期五 然而在南方的德州休斯頓附近一間 Best Buy的家電專賣店外 幾位購物者從星期一開始排隊等候 數目有限的特價商品 黑色星期五購物者普拉特說 這是他歷來排隊的行程 他每年都可以賺到大約一千元美金 斯迪利十三年來一直樂次不比 提早買禮物為其他人代購 低價買入高價賣出 大約一千元美金 我們要買一千元美金 這小月的家庭 不得到達一千元美金 去年還未來得到達一千元美金